2019年元旦当天 台东三仙台除了吸引近5000名游客 要来目睹第一道曙光 这次观光局也特别跟中华邮政合作 以阿美族裔像三仙足迹 跟八拱跨海大桥等元素 在三仙台设置全台唯一的太阳宝宝许愿游筒 让游客投递心愿跟祝福 虽然三仙台连续二十年没有出现曙光 但太阳宝宝可爱的模样 也吸引民众争相拍照留念 并将手中限量版的明信片投入 希望能将满满的祝福寄给对方 观光局表示 未来到三仙台旅游的民众 可以将祝福明信片 投入太阳宝宝身后的游筒 而信件则会由冬管处人员 每天回收后 再透过到邮局 把信件送到民众手上 原始新闻 台东成功采访报道